他说自己的跨包被监控视频里的这人给顺走了 他说今个一大早自己在沈阳市魂固区天山路上的这家早餐店吃饭的时候 把包给落在座位上了 他说吃完饭自己转身就离开了 自个的跨包早就忘到脑后边去了 发现包丢了后 出源斌赶紧返回早餐店开始寻找 找不到包出源斌开始查看店内的监控录像 发现临桌出源斌落下的跨包后 画面中的这两位并没有声张 继续吃早餐 大概十多分钟后俩人吃完了 可是这两位食客前脚刚离开饭店 后脚片子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了 回来了回来了四多秒钟不到二十秒吧 拿起来了 拿走了 拿走了 当时没拿对 他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这包了 吃完饭走的时候又瞅一眼这个包 出去了以后可能是两个人合计商量一下的 对把他拿走了 现在我在后厨 不常在墙亭 没太知道 因为他家包买买好 人多 你让他记住他也记不住 记不住 看不着谁 记不住 当时还生起年老也挺多人 对对对 他家买买火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跨包被人顺走 出源斌是着急又上火 他说了 眼下自己就想通过咱新闻正前方 给临走跨包的这位伙伴稍句话 见金你可以留下 你把这些票据啊 还有证件呢 最好是给我就是通过别人 然后送到饭店也行 送到派所也行 对吧 就是说的 可能是说的 你一时的 怎么说 一时的事情呗 是吧 我也不追究 太什么 现金我也不太追究了 希望你就是说的 能尽快地给我送回来 这才能够到派所也行吗 对 对